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驾照交钱就保下证 夫妻俩诈骗6万多 长春意彩鸣瓜奖 喜重25万元 那是一位老采名 当时我俩都激动地握手 差点拥抱了 我之前与动作特别大 有个500 当时今天特别地激动了 毕竟第一次重重大了就 七群老人小区健身 器械掉落 意外被砸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就是挖了一下子 忘了就醒了 就砸我这脑上了 之前有这个颈椎狭窄的病 但是呢 生活能自理 现在造成我爸生活不能自理的 后期他们家说手术 七十三岁了 手术 你想想 有基础病 因为这边大兵 所以说作为我来讲 我就不相信这个犯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 首先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 为了规范我省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行为 净化校外培训环境 今日 吉林省教育厅 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 共计六部门联合印发了相关的通知 通知将进一步明确校外培训机构的相关事项 有效防范 退费难 卷钱跑路等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发生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现如今 很多培训机构都采取预收费上课的模式 不过消费过程当中 不少家长却遇到了 培训机构突然关停 预付学费退款难的情况 守望都市栏目也曾对此类情况进行过报道 学费是一年是七千块钱 里面有这个四十五节正式的课 刚刚上了大概有两三节吧 就已经关门了 然后我们就想办理退款 但是已经没有人给我们办理这个退款了 交了一个英语补课班的费用 交了一万二千一百一十亿 现在还有五千多没有退 前两天我来这还开着门呢 今天怎么还关了呢 为了净化校外培训环境 吉林省也出台了相关的措施 吉林省近日发布了明确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办法 其中对于校外培训机构收费的周期以及资金的流向也进行了细化的管理 那同时也要求各地将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的监管列入到日常的监管工作当中 吉林省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办法共计二十五条 适用于在吉林省内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 其中关于收费周期方面 第七条明确要求 按培训周期收费的 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三个月的费用 按课时收费的 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超过六十课时的费用 按周期收费和按课时收费同时进行的 需选择收费时段较短的方式 同时针对家长比较关注的预付学费方面 第十三条规定 各地要对机构采取银行托管模式开展资金监管 机构可以自主选择符合条件的银行签订托管协议 并报教育或其他主管部门备案 开立预收费资金托管专用账户 将预收费资金与其自有资金分账管理 机构预收费用需全部进入专用账户 做到全部预收费应托管 进托管 以前我们培训机构也是按照不超过三个月这个政策走的 然后这个政策昨天不又下达了吗 我们会进行学习 然后也逐步的是按照上面的一个政策走 这样政策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能够保障我们的利益吗 如果政府设立这一个账户呢 还是有利于规范这个消费机构的一个管理 守王都市 新京 海波报道 自从长春市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开展亮剑行动以来 执法人员在长春市两处火车站附近 已经查处了61台非法营运车辆 有效净化了这两个区域的营运车辆市场环境 不过呢 有的驾驶员竟然是屡教不改 在执法人员对他的非法营运车辆解除暂扣后 才过去两个小时 竟然呢 又因为同样的违法行为再次被抓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长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的七大队 那么最近啊 这里的执法人员是开展了一系列 针对非法营运车辆的执法行动 那么这其中呢 有一台涉嫌非法营运的车辆 是刚刚被解除暂扣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就又被执法人员查扣 那么同样啊 是涉嫌非法营运 那么这起案件呢 还要从12月21号说起 11月21日 15时30分左右 我们执法人员在东吉林大陆附近巡查时发现 王某驾驶的极机打头的车拉载四名乘车人 从突权线上车 经执法人员询问得知 这四名乘车人在到达目的地后 将支付给王某每人150元 共计450元的费用 你这台车也没有运用许可 私下车 没有 是吧 对 跟人在群里都喊人一个 都是你在群里边发布的 然后他们给打电话 对 跑去跑多少钱 一共跑到三趟四趟 一共才跑了三趟四趟 哪都找不着哪 据了解 在将王某车辆暂扣后 执法人员对王某出具了相关手续 并于12月13日 依法解除了对王某车辆的暂扣 可就在解除暂扣后的两个小时 执法人员又通过技术手段了解到 王某竟然再次疑似存在非法营运行为 我们那天10点钟左右 是对该台车解除 斩扣那个行动强制措施 然后在12点左右 隔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咱们通过技术手段将该车查扣 王某驾驶急急打头的车 拉在三名城市人 从长城市准备去往内蒙古 王某为本案主体责任人 王某无法提供该车的营运证明 及其他有效证明 王某涉嫌未取得城市购物客运许可 擅自从事经营活动 执法人员介绍 依据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 针对王某11月21日 12月13日 两次涉嫌非法营运的行为 执法部门拟对其分别处以 1到3万元的行政处罚 目前针对此案的办理 还在进行当中 在这里我们提示 由此类行为的建议员 杜绝此类办法行为 广大乘客应当积极 配合执法部门进行执法取证 也提醒广大市民 遇到私生纠纷 请保护自身安全 并向航管部门投诉 投诉电话12328 首旺都市 程翰广美报道 冬季到了 天是越来越冷了 那对于咱们北方人来说 虽然这世外的天气 是天寒地冻 但是由于冰雪娱乐活动的开展 每一年的冬天 都是格外的精彩 那随着2022 中国长春金月潭 瓦萨国际滑雪节 日益临近 长春金月潭呢 也正在全力以赴打造 冬季冰雪旅游产品 创造生动活泼 神秘有趣的热烈氛围 今天呢 记者也赶往了赛事的主会场 一起来看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金月潭的瓦萨博物馆 也是今年瓦萨国际滑雪节的主会场 目前呢 赛事筹备工作呢 已经在火热进行中 据了解呢 今年与去年相比 除了传统的赛事外 还加入了有情怀的活动项目 从前天开始 这个25公里的雪道已经开始铺设了 现在已经大概完成了四分之一左右 那我们传统的三个赛程 仍然是50公里 25公里还有2.5公里 参赛的运动员的数量 大概是400人 今年我们的这个情怀性活动 邀请了一个30人的团队 年龄都是平均在60岁以上了 为我们的比赛 为我们的这个 中国的冬季冰雪运动 做一个祝福 此次滑雪节开幕式 竹雪雕为冬奥风采 通过滑雪运动员的动感姿态 展现运动健儿的风采 同时园区内还设立了 近30万平米的雪世界 包含滑梯休闲区 和冬奥体验区 供游客观赏游玩 接着了解到 在体验冰雪娱乐的同时 今年的冰雪系列活动 也将体育赛事 与文旅活动相结合 贯穿了整个冬季 让长春市民 真正感受到 冰天雪地的乐趣 以比赛为中心 主要突出 娱乐游购 希望更多的朋友 来到静岳 来到我们这些冰上 雪上的活动运动中心 进行细雪 玩雪 把我们的冷环境 变成一个热热闹闹的 一个热经济 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守望都市 家路雨风报道 为了在冰雪季 持续推进冷资源 向热经济转变 加快推动 寒地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省各地 也都是在积极打造 冰雪旅游项目 近日呢 美口口市召开了 金冬季踏雪寻煤 文旅系列活动的 新闻发布会 那会上呢 发布并推荐了 十项冰雪 和十项文体主题系列活动 全力给游客带来 最具东北特色的 冬日体验 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 此次美口口 金冬季踏雪寻煤 文旅系列活动 从2021年12月10号开始 持续到2022年3月20号 今年冬天 美口口市匠心打造了 别具特色的 城市雪村 支北村 海龙湖冰雪加年华 东北雪城等旅游项目 在两节来临之际 营造浓厚的东北风情 和欢乐祥和的东北年味 在美口口市的海龙湖公园 冬腰演 西方花海 自北村 康美大道 现在服务食饭区等 公众文化场所 开展十项冰雪 和十项文体活动 活动期间 不仅有相声 歌舞 二人传等多场文艺会演 和各项精彩分成的体育赛事 还有海龙湖文化主题灯会 冰雪欢乐家 海龙湖冰调 支北村开源 关东年味 梅河大吉等冰雪系列活动 吃喝玩乐够 全方位体验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梅河口市今年冬天 打造的主要的文化旅游目的地之一 支北村 那这里呢 是完全按照过去的东北乡村 打造的一个主题村落 那来到这呢 您可以看到炫彩的烟花秀 壮观的打铁花表演 还可以品尝到杀蔬菜 东北豆腐等等 也可以逛逛大吉 买买年货 赏雪玩雪 灯光夜游 相信来到这呢 您能感受到一段 不一样的东北冬天的体验 发布会后 同一场地再次召开 梅河口市第六次 旅联体会议 会上推荐了梅河口的 冰雪旅游项目 及旅游资源 并对2021年度 旅联体优秀成员单位 进行了表彰 关于金冬季 踏雪寻梅文旅系列活动 大家可以关注 梅河口发布 政务微信公众号 了解详细信息 也欢迎大家 在玉树银花的冬季 到梅河口感受 幸福城市的活力 与情怀 蜀王都市 伊陈海波 梅河口市报道 我们继续来关注 长春电影节 昨晚第十六届 中国长春电影节 主体活动之一的 2021长影之夜活动 在长春国际会的中心举行 那长影之夜呢 是长春电影节期间的 品牌活动 今年是活动举办的第三届 那通过晚会 回顾了电影事业发展的 光辉历程 作为第十六届 中国长春电影节 主体活动之一呢 2021长影之夜活动 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这会各界四百余人 欢聚一堂 共同回顾 电影事业发展的光辉历程 伴随着一段 家喻户晓的 长影经典影片台词声音 2021长影之夜活动 正式拉开帷幕 此次活动分为续 以及热血传奇 燃情岁月 花开繁华 青春长影四大篇章 通过情景讲述 歌曲 舞蹈 朗诵等形式 回顾电影事业发展的 光辉历程 共产党员 是永远不会向困难低头的 更让我们怀念那些 为祖国和民族 奋勇拼搏的英雄 我想从视觉上 声光电 我们把整个现场 舞台打开 包括我们邀请到的 老中青三代嘉宾 口述一些长影之前的历史 包括对长影的未来 他们也有一定的这种展现 长影之夜是长影在 长春电影节期间的品牌活动 已连续举办至第三届 在当晚 众多国内外知名艺术家 亲情助阵 一段段凝聚着电影人 智慧与才华的经典旋律 在线舞台 也为到场的观众 献上了一场 视听盛宴 守望都市 战彬海军报道 黄金奶油带 生牛乳配方 黑牛奶粉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 宝宝体制的飞鹤奶粉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 值得信赖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安欧赏 X7 Plus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零下25到零下19摄氏度 白城多云转晴零下27到零下19摄氏度 松园晴零下27到零下21摄氏度 四平晴零下25到零下18摄氏度 辽园晴零下25到零下17摄氏度 吉林晴零下24到零下20摄氏度 通话多云零下23到零下15摄氏度 白山多云零下27到零下16摄氏度 严吉多云转晴零下22到零下14摄氏度 长白山多云转晴零下28到零下18摄氏度 长春晴零下25到零下19摄氏度 美可口事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移动全天照畅想智慧云生活 清血八卫片国药清红血血好心脑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在进行中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 农历虎年就要到了 那最近东北虎频频亮相也是挺应景的 前几天一位浑春市民在回家的途中 经过雪带山附近的时候就又发现了东北虎 那这已经是最近一个月以来 在浑春地区第三次发生人虎相遇了 刚刚这段视频拍摄在12月20日下午 视频显示大雪风山太阳已经西下 雪带山上一条不宽的山间公路向前延伸 路两侧均是茂密的树林 道路中间站着一只老虎 正与车上的乘客对视 人虎相距五米左右 几秒钟后 老虎慢悠悠地让开道路离去 老虎憨态可居 拍摄者又加入了幽默的配音 视频迅速走红 据视频拍摄者张先生讲 当时车上有五个人 遇到老虎并没有感到害怕 老虎也并不怕人 离得最近的时候 双方大概只有两米的距离 目测这只老虎有两米多长 有二百多斤重 这老虎吧 它没有攻击状态 你没看它溜溜达达的 它也不打理我们 所以说当时没害怕 就这场性子 浑春是我国东北虎的主要分布地区 而老虎又是具有高度移动性和显著探索行为的猫科动物 一只东北虎需要几十平方公里的领地才能满足生存需要 因此它们出现在山区公路上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近一个月来 浑春已经发生多起人虎相遇 目前在浑春邻区监测到的东北虎和东北豹 至少分别有27只和33只 浑春邻区正成为野生动物的家园 专家提醒 一旦野外遇到老虎 要尽量保持镇景 慢慢远离 千万不要出于好奇追赶和拍照 也不要慌不择路地逃避 又使老虎好奇追逐 引发意外伤害 那边是福高国家范围之内 是老虎也有分布的地方 咱们能从视频中判断出一些信息吗 因为我们有个科研中心 有视频的照片的这个号尔比对 那一片立了一些就是警示牌啊 当地的那个乡镇村村呢 也都进行了警示 那为了保护野生动物 今年的11月份开始呢 东北虎报国家公园开展了青山青套 打击乱捕烂裂违法行为的专项行动 前几天呢 东北虎报国家公园管理局浑春分局 还开展了巡护员的业务技能培训和相关的竞赛活动 多举措推进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 日前东北虎报国家公园管理局浑春分局 国家还向巡护员们介绍了正确测量动物足迹的方法 前脚的话相对来说 它这个掌量要宽一点 就是要 要这个 要短一点 后脚长变的话是要长一点 大概我们要测的位置应该是从 从这个位置 到这个位置 这个宽度 除此之外 浑春局还组织巡护员通过知识竞赛等形式 考察了巡护员对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野外生存理论等内容的掌握情况 并通过走访宣传 向村民们宣传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 为了弥补冬季野生动物食物不足的情况 巡护员在山间设立了饲料投放点 并对野生动物的越冬食物进行了补充 在此次开展青山青套的专项行动中 虎豹局浑春分局总清理里程 约2100公里 清理猎套160件 投放玉米稻草畜木盐等130多吨 保障了东北虎豹及其他猎物种群平稳过冬 守望都市记者王璐通知园吴灵溪报道 近日一些社会爱心人士来到了农安县 巴基磊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开展了敬老助老活动 为福利中心捐赠物资 给老人们送上温暖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农安县巴基磊镇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那为了改善老人们的生活质量呢 一些社会爱心人士呢也来到了这里 为在场的90位老人捐赠了生活物资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为他们带来温暖 据了解 本次敬老助老活动的爱心人士 为老人们捐赠了2000斤大米 15台轮椅 42寸液晶电视 洗衣机等生活物资 同时播放公益电影 在元旦到来之际 让老人们感受到节日的快乐 在本月有8位老人过生日 这些爱心人士也在现场为老人们开生日会 将蛋糕送到他们的手里 一起分享喜悦 非常感谢对我们的好爱 爱心人跟我们送的一些物资老高兴了 特别感动 都不得说少了 这些爱心人士帮助我们 支持我们 我们特别感激 公益组织走进八戒里 我想它不只是带来我们社会 对这些老人的一份关爱 更重要是在这个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呢 带来一份特别美好的祝福 守望都市党员富强报道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你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六名 那具体的报名时间和要求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会同有关部门决定 你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 本次四家事业单位 共招聘工作人员六名 报名时间12月27号上午九点 至29号下午十六点 具体招聘要求和信息发布 可登陆吉林人才网和吉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网站查询 第十二届冬季农博会计划于 2022年1月20号至2月7号举办 会期18天 在巩固夏季农博会办展成果基础上 本届农季农博会将进一步提升科技水平 提高产品质量 强化线上交易 突出智慧农业与绿色发展 突出冰雪旅游与农耕年俗文化 国网长春供电公司计划于12月30号 对南关区部分区域进行线路停电作业 具体停电时间12月30号8点30分至12点30分 停电范围盛世大陆以南 金羽大陆以北 芳草街两侧 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即日起至12月26号 对下列小区的居民用户进行燃气管线 燃气设施入户安全检查 宇润新宇华府一期 宇润新宇华府二期 义和国际城一期 义和国际城二期 富强义区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中国移动全千赵 畅想智慧云生活 本栏目由长春万科地产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 最近长春的赵女士在消费的时候遇到了烦心事 今年5月份 她在准备装修自己家房子的时候 定制了全屋大理石 可当商家把大理石运到后 在安装过程中赵女士发现 大理石有开裂现象 而且因为跟商家协商一直没有结果 还严重影响了整体的装修进度 5月19号在顺丰石材城湖南建达实验 总共买了56200的天然大理石银河灰 做全屋精致 在拔一份安装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一块已经裂了 赵女士说 她所装修的房屋 一共四层 发现开裂现象后 她就逐一查看 可没想到的是 不论是已铺好的 还是刚运到的天然大理石材料 都能抽检出开裂和修补痕迹 让她很失气愤 像这个地方就是明显是她原来有个洞 然后她拿这个石头这个粉末和机药给我堵上了 我家你们都看到了十毫米的一百毫米 跟她不一半长 我事后要求你全给我退或全给我换我都接受 但是到现在她啥也不管 把一份你到现在已经四个月了 我在这因为为了装修这别墅租房的一月一千块钱 赵女士表示由于地面和楼梯工程停滞不前 所以目前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她的装修进度 随后为了进一步了解此事 我们来到了位于二道区 长崎北线附近的湖南建达事业公司 工作人员表示问题发生后 双方协商的处理方式是对开列的大理石进行更换 但赵女士认为更换的样本与原石材颜色差距较大 所以事情才迟迟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由于双方意见不同意 所以事情一时陷入了僵局 那么此事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我们也咨询了长春市消费者协会的中平秘书长 开列毕竟是影响美观 消费者跟他约定是维修 关键就是对这个维修如何来维修 给消费者一种建议是什么呢 第一实在有些特点消费者也要做一些供客 供买的时候呢 尽量选择有一些口碑啊 这样比较好的一些商家 使用中国约定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使用都市张简富强报道 今年1月前安县警方接到辖区居民江某的报警 称自己轻信了交钱保过的承诺 通过他人办理驾照 结果交了钱之后 驾照一直没拿到手 对方也是一直以各种理由借口推脱 他这才发现自己可能是被骗了 2021年1月 前县公安局接到辖区居民江某报案 称自己通过朋友介绍 认识了王某 赵某夫妻二人 对方称只要交八千元钱 就可以办理驾照 江某出于信任便交了钱 可是没成想 交了钱之后 驾照却迟迟没办下来 这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接到报案后 对所报的案件进行了初步的了解 确定报案为刑事案件 这个嫌疑人当时是在我们下去是修摩托车的 他去修摩托车的过程中 嫌疑人问他说扛不好价值照呢 我是想搞 就是他这头交个八千块钱 去四次就可以直接拿证了 江某心存侥幸 除省事就信以为真 报案民警受立案件后 立即展开侦查工作 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和诊密排查 民警获悉 王某可能藏匿于长春 随后 警方立即改赴长春市 对王某实施抓捕 根据配案人提供的诊索 经过核实 确定犯罪嫌疾人身份 经过侦查 查出犯罪嫌疾人 可能在长春有藏匿地点 报案人员到达长春之后 经过大量的走法调查 三天两天的遵守 在一居民楼 将犯罪嫌疾人抓获 审讯中犯罪嫌疾人王某 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王某、赵某 因涉嫌诈骗 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犯罪嫌疾人交代 从2020年1月份 犯罪嫌疾人以能办驾驶证 的名义 骗取多人 钱款 共达6万多 警方提醒 通过非正常途径 取得驾驶证 是违法行为 如发现被骗 请立即到公安机关报案 守望都市西然、王超、宋元氏报道 近年来 网络贷款骗局是层出不穷 一般诈骗分子会伪装成化物员 向受害人打电话表示 可以办理低利息无抵押的贷款 但真正办理的时候 就会发现 对方要求交一系列的费用 结果不仅贷款没下来 这钱也是要不回来了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网络贷款诈骗的常见类型 避免上当受骗 拜托了 您再看一眼这个计划书呗 您看一眼 您再看一眼 保证金不是给你们打过去了吗 怎么还不把钱给我打过来啊 骗子以无抵押 无担保 低利息为宣传噱头 引诱受害人 登陆虚假贷款网站 或下载虚假贷款网站APP 然后仿冒正规贷款平台流程 要求受害人 添写相关个人信息 最后再以交纳手续费 保证金为由 骗取受害人转账汇款 正规贷款在放款之前 不收取任何费用 切记 任何网络贷款 凡是在放款之前 以交纳手续费 保证金 解冻费 等名义要求 转款 刷流水 验证还款能力的 都是诈骗 我们总是期待实现人生的逆袭 但机遇往往不会从天而降 生活要脚踏实地 增强防范意识 希望才不会落空 守望都市 新京张扬报道 近日吉林省题材又传喜讯 长春的一位购财者 在下班回家的时候 随手买了几张题材顶呱呱 结果喜中25万元 中国题材顶呱呱 因为玩法比较简单 所以也备受市民们的喜欢 那么在12月17号 也再一次传来了喜讯 长春的一位购财者 在回家的路上 随机买了几张顶呱呱 然后洗中了25万元 大概那天是下午4点左右 下班的时间 那是一位老采民 平时的时候他又总来刮了 心里来朝想换两张 十倍幸运 一开始的时候拿了两张 两张之后没有中 他又拿了两张 其中有一张就中了25万 当时我俩都激动的握手 差点拥抱了 据了解 这位购财者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路过题材代销网点 就打算进去买几张顶呱呱呱一下 令他没想到的是 当刮开手中这张 十倍幸运的附魔时 惊喜就出现在眼前 中奖号码71 出现在最后一排 而中奖金额是25万元 最后他表示 打算利用这笔幸运奖金 改善生活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购财者 在做公益的时候 也一定要理性购财 守王都市和欢公雷报道 中国移动拳签照 长想智慧云生活 本栏目由长春万科地产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守王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 也正在进行当中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 今年73岁的王大爷 家住吉林市金会豪亭小区 为了身体健康 他没事就到小区里的健身区域 锻炼身体 前段时间 他在锻炼的时候 被突然掉落的健身器材砸伤 住进了医院 可是还没等到身体完全康复 他就被迫出院了 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吉林市金会豪亭王大爷的家里 我们看到 此时他带着警托正躺在床上休息 见记者来 他向我们讲述了事发的经过 晚上这天下午 一旦就入门下去 最高的体育时代 我们的老年人都给他叫什么 拉伸器 我就最后做这个 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就是拉了一下子 光灯就醒了 就砸我的脑上了 当时我就不知道什么事 随后 我们也到小区内 健身器材的位置 进行了实地查看 蒙大爷所说的拉伸器 已经恢复原样 刚这么一下 通通就掉了 什么位置掉了 整个这个头都掉了 这个这个金属东西 全掉了 对 王先生说 事发后 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 赶到了现场 将他父亲送到了医院 经检查后 以头部外伤收入住院 从脑外科 检查完以后呢 建议转到骨科 骨科呢 颈椎这个位置呢 以前狭窄的位置呢 有危险信号 有浴血 就建议马上治疗 手术费用的大概是六七万块钱 王大爷的儿子告诉记者 他父亲本身确实有一些基础病 以前颈椎就不好 但是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于是他将医生的诊断 转达给了物业方 研究完 我再打电话就说了 我们单位现在也没有钱了 之前有这个颈椎狭窄的病 但是呢 生活能自理 能你看能跑了 能上这来运动这些项目啥的 现在造成我爸生活不能自理了 考虑到父亲年罪较大 王先生一家向医院咨询后 决定选择康复治疗 之后又找到了小区物业 但双方协商未果 那么王先生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呢 记者也来到了吉林市 恒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见到了这里的物业经理 徐经理表示 王大爷受伤的事 确实发生在他们小区内 但对于王大爷颈椎的情况 是否与此事有关 他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他后来他说这个事吧 是顿错 这个咱也得说 毕竟一个头 在一个顶上 做根刀 做个也得顿一下 当然这个事吧 就是我们咋 对这个事不应付 当时你们不是上医院 医生咋说的 医生说 就是说这种情况确实存在 但是医生 他说是他说 我不能认为 因为毕竟是一家医院 如果说你要认为这个东西 就是说物业造成的 那你就可以走司法程序 我们并没有说 跟这个事 针对此事 我们也咨询了 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如果双方不能够写上 可以通过专业的司法监定机构 对整个治疗过程 进行一个监定评估 就是我们说的 用药合理性的一个评估 治疗合理性的一个评估 最终法院也会根据 专业监定机构的结果 来判决物业到底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守望都是文泽 治刚 吉林市报道 大致糖 喝减醇 菌乐宝减醇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酱辛美味 醇香牛肉 泡韵牛肉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星际座舱 四号QX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去亚想中亚 来太康拜博口腔 拜博口腔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 零下25到零下19摄氏度 白城多云转晴 零下27到零下19摄氏度 松原晴 零下27到零下21摄氏度 四平晴 零下25到零下18摄氏度 辽园晴 零下25到零下17摄氏度 吉林晴 零下24到零下20摄氏度 通话多云 零下23到零下15摄氏度 白山多云 零下27到零下16摄氏度 延吉多云转晴 零下22到零下14摄氏度 长白山多云转晴 零下28到零下18摄氏度 长春晴 零下25到零下19摄氏度 第一款S级小卡 福田领航S1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 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东风之产 全新一代齐骏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移动全新召 中国移动全新召 常享智慧云生活 清血八味片 国药清烘血 血好心脑好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首王都市 下面来说一个跟鼻炎患者 有关的消息 鼻炎患者请注意 急性鼻炎 慢性单纯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 治鼻炎选中药 被鼻牌鼻泵喷雾剂 中药物化治鼻炎 养无极补飞丸 推出了全年最大一次惠民活动 全省就500套 先到先得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网友给我们的留言 首先来看这个露露说 这个双手赞成 平时看到很多 一交学费好几万 培训机构说关就关 退费难的新闻 是该对这些机构严加管理了 还有网友张小晨说 感觉现在对教育机构的管理 真的是越来越规范了 就拿孩子英语班交费为例 孩子前两年都是让交年费 但是今年的英语班 就开始按季度收费了 对家长来说 风险和压力 都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